今天为大家带来川端康城的作品《雪国》 来评悟这个梦幻雪国里不同层次的虚无之美 穿过现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 夜空下一片白茫茫 故事由始向雪国的列车开始 窗外不停掠过的雪国木颈 映在玻璃上若隐若现的少女脸庞 都像磁铁般吸引着主人公的目光 而读者也仿佛像书中的主人公一般 坐了一夜的火车 离开无杂的思绪后 到达一片白茫茫的雪国 主人公岛村是来自东京的舞蹈艺术研究家 亦是一个有着妻视儿女的中年男子 他靠遗产生活几乎无所适事 为了换回对自然和自己容易失去的真挚感情 常常独自爬山 一次爬山后 岛村在雪国的温泉旅馆邂逅了居子 那时居子还不是异计 少女的纯洁清丽深深吸引着岛村 彼时 居子只想清清白白交个朋友 却依然白天晚上都在岛村身边陪他游玩 岛村迷恋鞠子的捷径和少女情态 鞠子则羡慕岛村东京这样大城市的背景和舞蹈研究方面的学识 两人借罪流露出互相爱慕之情 也有过短暂温存 最后挥手而别 如果说 居子第一次与岛村相遇时 还有爱情的盲动 那么后来 岛村再度预见已经沦为异计的居子时 已经少有当时的痴迷和留恋了 虽然居子依然保留着对真正爱情的期待 保有纯真和对生活执着的一面 他渴望正正经经的生活 而且坚持刻苦学习 勤奋练习三贤 还读小说记日记 还告诉岛村自己成为异计的原因 为了报答教自己三贤的师傅 给他唯一的儿子治病 让自己的选择在道义上合理化 可岛村依然处身世外 听到后只是觉得居子这样也是徒劳 在雪国中 居子就像这雪白王国里的一点朱砂 美丽 真实 饱满而富有张力 既有善良纯真与坚韧 同时也有因长期屈辱生活 引起的性格扭曲和畸形 诱发居子性格扭曲和畸形 这一面隐约暴露出来的便是叶子 岛村再度来到雪国时 在火车上邂逅 并被深深吸引的少女 在火车上 岛村被车窗上与木颈叠合胶硬的少女叶子 那若隐若现的脸庞所吸引 开始关注这个纯洁美丽的女子 后来发现了叶子细心照顾的男子刑南 鄙视岛村还不知道 居子和叶子刑南三人的关系 他们在一趟火车上 有着共同的目的地 雪国 到达雪国后 岛村先去见了昔日旧爱居子 回想起上一次来到这类的情景 看到居子始终在坚持 记日记和读书感受 并未受多大感触 只是涌上一股淡淡的哀愁与虚无 包括后来岛村从别人处了解居子 为何当了异计 看到居子勤劳地练琴等等 都觉得这一切都无法改变什么 他几乎将现实的一切 都看作徒劳无益 他对雪国 人 事和井的感知 无不浸润着哀伤和虚无 而最能体现这份虚无感的 其实是叶子 在岛村眼里 无论是火车上的出狱 还是后来在居子住处的见面 叶子仿佛来自遥远幻想的世界 她的美是遥不可及的美 她的声音美得空灵 带着悲哀的气氛 叶子的形象一直带有一些神秘色彩 她不同于居子的灵动鲜明 一直蒙蒙隆隆 与读者若即若离 叶子曾将自己的爱情交付给并魔缠身的形男 可最后形男还是离开了 后来岛村提出要带叶子去东京 叶子若无其事地答应了 语气却是认真的 他对去东京的生活毫无计划 即使漂泊无浊 也觉得无所谓 似乎未察觉岛村对自己的爱慕一般 还请他好好对待狙解 但岛村对叶子的注目 还是被居子察觉到了 居子大醉 问岛村是不是想要叶子 还告诉岛村 自己始终觉得 叶子将来可能成为他的沉重包袱 但也无法完全放肆 对岛村发脾气任性 借罪调笑了几句后 又很快清醒过来 招服岛村 只是显出一种无法排除的悲哀 最后 岛村还是打算独自离开 而且觉得自己暂时是不可能再到这个温泉浴场来了 才刚坐上车 岛村又遇到了狙子 他下车同狙子说话时 突然爆火警的钟声响了起来 两人一起跑到残房 正好目睹了 叶子从残房着火的二楼临时看台上落下的情景 看着火光摇曳下 却向银河哗哗哗声 但对雪国风物以及这种美的敏锐感知却渗透在字里行间 雪国中流露出的虚无思想 无论是精神上 认为居子为生活爱情所做努力的徒劳 叶子在行男和岛村之间摇摆的徒劳 还是肉体上 如叶子的死亡及其形象的虚幻美等 都让我们对世界 有了另一个维度的思考和关照 从而对现实有更敏锐的知觉 感悟到川端康城独特的美学追求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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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